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IOH讲座 首先我们要先感谢HPX社群创办人蔡明哲先生要说我们的一段话 面对多变的未来,记得要保持好奇与勇气 就会让你获得更多的乐趣 这是我讲座的目录 首先我会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接下来我会介绍我的学校以及我的科系 我还会在讲座中分享我令我印象深刻的课程 我还会分享一些我在大学期间的课外活动以及特殊的经验 最后是我的心得与收获 我的名字叫做高瑞文 我目前就读清大工科所说二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动物的人 那在清大里面是有很多的校囊 也就是校园流浪狗或者是校园流浪猫 所以一开始来到清大 看到清大有这么多的猫以及狗 我是非常的兴奋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很害怕流浪狗的人的话 来到清大也不需要过度的担心 因为你在清大看到路上的这些流浪狗 其实都是有受过一些专业的训练的 所以这些流浪狗基本上是不会攻击人类 我常常不自觉成为一位leader 那这样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在家中呢 就是排行老大 以至于我常常会不自觉跳出来主动统筹 规划一切的事物 像是我在高中期间曾经担任过币筹会主席 会促使我想要去担任币筹会主席的原因是因为 我自己当时觉得我在高中期间的生活就只有念书 那我当时是想要在平凡的生活去寻找不平凡的人生 所以我在大学学策结束之后申请放榜之后呢 就决定要去参加币筹会并担任主席的一个职位 我在大学期间呢是担任校友会的会长 虽然我常常成为一位leader 但我却是从小到大的第二名 像是我在国小国中是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的 我在高中的时候是念台北女校中的第二志愿 也就是中山女高 那当时其实只差一分就可以念到第一志愿了 我大学呢是念全台排名第二的学校 也就是清华大学 那也因为我有这样子一个特殊的经历 使我学到要成为一个谦卑的领导者 那同时我也可以成为一个默默付出的配合者 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打工狂 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一毕业就到7-11打工 我在大学四年期间呢 也接过很多次的校内工读 那等到在大学的时候 课比较少的时候 我还有出去兼家教 我全盛时期一个礼拜可以接到四次的家教 我是一个随远安的人 虽然我有点怕生 但是通常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都可以在一个环境 适应适应的非常的好 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观是 责你所爱爱你所责 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 那也因为这一项特质呢 使我在实验 对于一个实验失败的话 我会很有耐心的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这项特质呢 也可以适用在家教 因为在家教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同学 同一题问了好几次 那通常一个同学问了好几次 我都会很有耐心的跟他讲很多遍 一直讲到他懂为之 我期许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我希望我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那除此之外 我希望我也不忘保有自我 我大学期间的转列点呢 是大三那年的校园就业博览会 我在大三以前呢 其实是没有想要继续升学的欲望的 所以我在大三那年就参加了 就业博览会 但是我在就业博览会填履历的时候 我发现大部分的公司履历中呢 都有一栏是你的专题题目是什么 你的专题的指导教授是谁 那当时我的那一栏呢 都是空白的 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是蛮可惜的 所以就在大三结束之后呢 就找了老师做专题 也因为做了专题 发现了对我这对我这项领域产生很大的兴趣 也促使我想要继续升学的欲望 我这次讲座的重点呢 是花四年的时间证明选对科系 我其实是误打误撞才选到这样的 选到清大工科系的 那为什么说误打误撞呢 这是因为我在考学测之前呢 完全不知道清大有工科系这个科系的存在 一直到高三下的某一天 有一位学姐来我们高中演讲 那她自己就是清大工科系出身的 那在演讲结束之后呢 我就去请教那位学姐 工科系是在学一些什么 也告诉她我的学测成绩 那她当时跟我说 诶你的成绩很应该蛮 蛮刚好可以申请到工科系的 所以我就听了她的话 申请了清大工科系 那我对清大工科系的感情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矛盾的 因为我一开始是很排斥 系上对于我们跨领域学习的这一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我自认为我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那我们大一大二的必修很多 所以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心力在课业上才能追上同学 一开始是学习的蛮挫折的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我的科目越来越深入之后呢 我发现其实跨领域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而且我相信情能补着 所以我对工科系的感情呢 是从排斥一直到认同 接下来我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大学 也就是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很像一座森林游乐区 你一进到校门口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大草坪 在清大里面是种满了很多的树的 同时也有很多的小动物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猫猫狗狗之外呢 在清大里面看到松鼠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 在清大里面的昆虫也是非常多的 那在清大假日的时候呢 你常常会看到很多家长会带着小朋友到清大里面搭帐篷野餐 清大还有一项特色就是去台北台中比去市区还要方便 我们到台北台中的客运基本上尖锋时期10分钟就来班了 所以如果你是来自台北或是台中的同学 想要来清大就读的话 并不需要过度担心交通方面的问题 常常会很多人说新竹是美食沙漠 那我在新竹待了五年的期间 其实我觉得新竹还是有蛮多好吃的东西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新竹发掘一些美食的话 你最好要准备一台摩托车 清大是一所结合理工与人文的学校 并不像外界的刻板印象 清大只是理工强的学校 在清大里面除了有理学院、工学院、原科院这些理工科系之外 清大还有人社院、科管院 在跟南大校区并校之后 我们还多了教育学院以及艺术学院 虽然我念的是理工科系 但是因为我们清大有通识的这一项制度 让我同时也可以接触到人文方面的知识 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目前通识的一个制度 在大学毕业以前呢 通识是需要修满20学分的 那我们的通识呢 有分成核心通识以及选修通识 核心通识的部分呢 总共有六大项度 分别是思维方式、生命探索、艺术文学 社会文化、科学社会 以及历史分析 那我们必须要在这六大项度之中 选四大项度来做修课 选修通识的部分呢 就要看你是生在哪一个学院 而有不一样的规定 像我本身是理工背景的 所以我在选修通识的部分呢 学校是规定我们要修完社会领域 以及人文领域中的任一个 修完任一个课这样子 清大里面还有艺术中心 艺术中心里面会定期举办一些展览 还有表演 在清大里面呢 甚至有一个小型的个人展览屋 清大里面有很多特色建筑 以及一些装置艺术 清大的建筑呢 有传说中四大神兽的存在 分别是人社院代表的是青龙 物理馆代表的是玄武 化学馆代表的是朱雀 资电馆代表的是白虎 这四大神兽呢 就好像是正在校园里面守护着我们 那值得一提的是 人社中塔的设计者的名字叫做李祖元 他同时也是台北101的设计者 在图书馆的后面有一尊成诗者 也就是由法国罗丹这位艺术家所雕刻设计而成的 全世界官方认证的总共有41座 其中有三座就在台湾 在清大的后山有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 它是一个很大型的紫金叶 紫金花是清大的校花 我们在每年的四月都会举办紫金祭 那这个紫金叶大型装置艺术呢 是由西班牙的艺术家诺维亚 有一次来到了清大校园 他在路上捡到了一片紫金叶 那这片紫金叶呢给他了一个灵感 来去创作这个大型的装置艺术 再来在清大的校园的后方呢 有一座议员 这座议员呢是由前校长 沈君山校长所捐赠的 这位沈君山前校长呢 他是一位围棋的高手 曾经我听说过 校长呢 校长沈君山前校长 和联电的前董事长一起比赛围棋 那当时有打赌 输一棋的话要捐一万块 那当时选君山校长呢 为我们清大募集了非常多的款项 在清大议员他是在很像是在深山里面 要进到这座凉亭之前呢 你要先通过一个蛮长的步道 清大还有一项特色就是我们的宿舍 大部分都是在山上 所以你上课下课或者是出去餐厅 吃个饭都要爬山 那也因为这样 我们每天运动的机会都增加了许多 我们大一大二是有保障住宿的 大一的部分呢是男女分成分柔成混宿 大二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选室友之外也可以选房型 大三大四抽中宿宿的几率相对小很多 所以有蛮多的同学会选择出外租屋 那其实出外租屋也不需要太过的担心 因为我们校外有很多的国宅 这些国宅大部分的价位都是落在一个月六千左右 清大是有很多的外籍生的 所以如果你是住清大的宿舍子的话 是有很大的机会可能会跟外籍生住 以我个人为例 我曾经有四个学期都跟不同的路生来住 那其实很多人对路生的刻板印象就是 他们除了吃饭睡觉 生活只剩下念书 那其实不尽然 我的所有的路生的室友们都非常的会玩 也很会念书 那也因为有跟路生一起住的这样一个经验 也让我学会了使用淘宝 再来我要来介绍清大里面的特色店家 首先在清大里面有一个水木漫画屋 那这座水木漫画屋里面呢 除了可以在里面看漫画 休息或者是租漫画之外 里面还有提供很多的电影 还有飞标机 在清大的校园里面就有三间的咖啡厅 那各种价位都有 所以也不用担心 像星巴克这种比较高档的 我们也有稍微平价一点的咖啡厅 在清大的学校的正中央呢 有一个苏格猫底 那它是一间一间复合式的简餐 里面有卖二手书 还有一些黑胶唱片 那同时苏格猫底 也是一个猫咪的中途之家 再来我要来介绍学校的资源 清大拥有全台最高级的图书馆 我们的图书馆是次之八亿建造而成的 那我们里面有很高级的试听区 试听区的部分呢 有分成一人两人还有多人的零赏席 里面也有提供很多的电影 可以让你做欣赏 再来我们有24小时的阅读区 提供给同学们在图书馆闭馆之后 有一个可以安静很舒适的一个念书的空间 再来我要来介绍清大的寄通中心 在寄通中心里面呢 有提供各式各样免费的软体 像是威力导演 Office 还有一些很特殊的字体 都可以免费做下载使用 再来寄通中心里面的网络速度是EG 清大的写作中心有提供一些像是托福写作 学术英文应用等这些课程 这些课程完全是免费的 清大还有开放式课程 那在这里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我们清大开放式课程的网页 可以去休息维积分或者是计算机程式设计这些课程 那开放式课程呢 除了可以提供我们校内的同学 在课后可以有更多的辅导之外 这个网页呢也可以提供给高中生或者是校外的同学 想要试听清大的课程 都可以上这个网站来做使用 清大的同时是台联大系统的学校之一 所谓的台联大系统呢 就是阳明中央清大交大所组成的一个台联大系统 那我们台联大四个学校里面呢 都可以做跨校的选课 那这些选课是有学分有承认的 除此之外我们的图书资源也是共享的 像是我想要在清大借一本书 而在清大的图书馆里面并没有提供这本书 那经过查询之后呢 发现中央大学有这一本书 但我不需要千里迢迢的从新竹跑到台北的阳明大学 来去做借阅这本书 我们可以透过跟图书馆申请 那阳明大学呢 就会把这本书送到清大你的手里 就可以来做阅读了 是非常方便的一个系统 接下来我要来介绍我的科系 我的科系的全名叫做工程与系统科学系 那虽然有工程这两个字 但是我们是隶属于原子科学院的 我们系简称工科系 那工科系这个系名常常会造成很多人的误会 像是我在过年的时候 长辈一定会问你是念什么科系 那我都会很简单的说我是念工科系 那这时候长辈可能就会很疑惑 就说我知道你是念工科 那工科到底是哪个系 那现在你知道工科系就是工程与系统科学系 所以以后如果有同学跟你说是念清大工科系 就不会再造成这样尴尬的事情了 工科系很像是二类组的部分系 我们有提供四个学程 分别是电子材料热流以及物理 那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呢 是有分组的分成甲组以及乙组 甲组的部分是低碳绿能 乙组的部分是工程物理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你来念工科系呢 我个人认为你只要是二类组 不排斥数学物理的人 你都适合念工科系 那这边可能是高中生很多一个迷思 就是很多高中生可能会觉得说 主电脑就是我的兴趣啊 我的大学就一定要念工科系 为什么我要来到和我自己兴趣 没有直接关联的科系呢 我在这边要简介一下高中以及大学的差异 左边这张图是107学年度 学测的自然考科的一个题目 右边是我在大学工程力学这门课的期末考题 那我们从这两个题目可以很明显看到一个很大的差异 除了题目从中文变成了英文 我们在力学方面也要解析很多不一样的力学 而且在大学的考试并不像高中 全部都是选择题 在大学的考试大多都是计算题或者是证明题 接下来我以电学来做例子 左边这张图同样是107的学测自然考科 右边这张图是我电子学的期末考题 那从我们大学这个电子学期末考题的这张图呢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电路图除了多了很多以前高中没有学过的元件之外呢 它的电路也变得相当的复杂 那我想要秀刚刚这四张图呢 并不是想要吓唬大家的 而是我想要告诉大家 现在想要的未必是真正适合你的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很喜欢写小说 我高中就要念中文系 或者是我刚刚的例子 很多人觉得我喜欢组电脑 我就要念电机系 那我在这里要帮电机系做一个平反 就是电机系并不是让你学组电脑的一个科系 我想要告诉大家 兴趣应该是每个人加分的筹码 而不是局限自己的一个框架 我们的人呢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在工科系里 就是在开创你的可能 工科系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 拥有全台唯一的合工学程 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工科系的前世今生 在工科系刚创系的时候呢 我们的名字叫做合子工程学系 那合工这个领域呢 本来就是一个跨领域学习的科系 也因应在当年一个产业趋势的发展呢 我们是在1997年改名成工程与系统科学系 那也因为我们是全台唯一的合工学程 所以在台电里面几乎都是我们的学长姐 所以如果毕业之后想要进入台电的话 不用怕没有人造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 进入我们系就一定要学合工吗 那其实当然不是哦 合工只是我们专业选修学程之一 那我刚刚提到工科系是一门跨领域的科系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进入工科系会不会有学的不经的问题 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专业工程选修的部分 我们在毕业之前呢 是要选修专业工程的部分 总共30个学分 那这部分呢 分成学术专长以及应用领域 学术专长有分成电子材料热流物理 那我们在第一年级的时候呢 是要先把这四个组的基础科目 都先修过一遍之后 再选择其中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一个组 应用领域的部分呢 有分成太阳能与氢能 耐尼系统以及光电工程 甲组的同学要在A组或B组 选择其中一组至少修完九学分 E组的同学呢 要在C组以及D组 选择其中一组修完九学分 再来我一直强调工科系是一个跨领域的科系 那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跨领域的人才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呢 因为现在的产业大部分都不是需要一个 只专精在某一个科系的人才 像是半导体产业所需要的人才有电子材料以及物理 还有现在时下很热门的话题 风力发电 这个产业呢是需要能源电机以及机械的人才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清大工科系所提供的资源 我们工科系很鼓励我们同学去做企业实习 在暑期实习的部分 系上有一些合作的公司 像是工研院 我们可以在暑期的两个月到这些公司来做实习 至于学期实习的部分呢 是可以自己去选择一间公司 我们的学期实习是有提供学分的 总共是九学分 那在学期实习 你不需要公司、学校两边跑 我们可以整个学期都在企业里面做实习 不需要到学校来上课 只需要缴交学分费就好了 那企业实习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事先体验职场的生活 再来工科系有提供很丰沛的奖学金 像是我们有台电奖学金以及校友奖学金 台电奖学金的部分呢 如果你在入学之前有优异的表现 像是你在学测的成绩有到达一定的标准 指考到达一定的标准 在入学的时候台电就会颁发奖学金给这些同学 再来工科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科系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丰沛的校友奖学金都可以供同学做申请 我们系在每年暑假都举办一个营队 名字叫做低碳绿能属其学校 那这个营队是跟北京清华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的 在这个营队里面属其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会往返北京香港以及新竹这三个地方 来做学习以及交流 再来是工科系的课程规划 工科系的课程规划的宗旨是先学习再选择 我们要先学习四组电子材料热流物理这四组的基础的知识之后呢 修完之后你更能够知道这些组到底是在做什么 也能够修完之后也比较能够发掘你自己的兴趣的所在 所以我们的课程的规划主要是先学习再选择 大一的部分主要是理工科的共同科目 像是维基分普务、普务实验、普化实验以及城市语言 我们在大一下的时候就会修一些专业的基础课程 像是工程力学以及材料科学导论 大二的部分除了有理工科的共同科目 像是工程数学之外 主要是着重在选修专业基础课程的部分 像是电子学、电路学、电子学实验、热力学以及近代物理 那在选修完以上的专业基础课程之后 我们再从四个组里面选择一个组来做修课的动作 也就是学术专长的部分 再来到了大三 专业基础修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更可以往上进阶到专业工程的部分 那专业工程的部分 甲组有分成甲组以及仪组 甲组的部分是太阳能、氢能以及核能 仪组的部分是耐维系统以及光电工程 我在表列的这些课程呢 我只以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课程为主 那其实我们还有提供更多不一样的课程可以做选读 大三也是一个规划未来很重要的时程 所有的同学都要在大三这个阶段决定要继续升学 还是要出去工作 如果是要继续升学的部分呢 大部分的同学都会选择专题研究 那在我们系上专题研究以及书报讨论是二选一的 并不像很多大部分的理工科系专题研究都是必修 因为工科系本身就是一个跨领域的科系 所以我们系上是非常尊重每一个同学的差异的 有些同学可能没有要继续升学的打算 或者是升学是想要出国 需要做一些准备 或者是研究所想要用笔试的方式来入学 那这些同学可能在大四这段期间 会需要比较多自己的时间 那这类的同学呢就可以选择书报讨论来做修课 专题研究的部分主要是把你的理论化为实际 所以在专题研究我们可能会跑一些模拟 或者是做一些实验 书报讨论主要是在一个学期里面读数篇的论文 定期上台报告做分享 再来以我个人修课为例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例子 大家并不一定要遵从我修的这些课的路来走 我们系定必修以及校定必修分别是60学分以及28学分 我在学术专长的部分是选择电子组 应用领域的部分是选择耐维系统 我前面有提到我们学术专长加应用领域 总共是要修完30学分的 我在这里只有列出29学分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应用领域的部分是有选择能源方面的课程的 在这里值得议题的部分是 系上很鼓励我们在其中一组修完很完整的一个学程 所以只要在专业工程里面其中的一个组修完15学分 你在毕业的时候就可以多一张证书 接下来我也想要给学弟妹一个修课的建议 我们系上大部分都是不点名的课 所以在低年级的时候呢 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蛮多同学会翘课的 但是我自己的建议是 其实天课比较能够抓住老师考试的重点的 再来我们系上的作业并不是很多 但是我还是建议同学们还是要多做课本的习题 因为做了习题你比较能够知道 你对于这个观念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理解 再来我们修课的部分呢 大致上也不是一定会分成二分法 但是大致上是分成轻松好过以及扎实比较难过的课 轻松好过的部分呢可能是 就是作业比较少考试比较简单也不点名 那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比较多自己的空间 自己的时间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当然相对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你可能比较学不到东西 那当然这两个没有谁对谁错 就看你的大学生活想要怎么过 再来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在修完这些课的一个心得 我觉得修完这些课有一个最大的感想 就是走过才会明白 因为我们都是先修过各组的基础科目 才会从中选择自己比较有兴趣的组 如果你没有修过这些基础的科目 你可能不知道这四个组主要是在学什么 所以我才会说很多事情都是走过才会明白的 再来就是选组的部分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按照线下热门的趋势来选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是 我觉得还是要按照每个人的兴趣来去做选组的动作 因为你在大学时期的热门趋势 并不保证你在毕业之后 这个趋势还是一样的热门 接下来我想要鼓励各位同学不要去害怕挫折 像以我个人的经验为例 在低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必修很多 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念书 那可能有时候会念的比较没有 成绩出来并不是这么的理想 但是我自己觉得千万遇到这些比较不理想的成绩 千万不要害怕挫折 挫折是让你成功的一个垫脚石 但是前提你要对于这些课一定要先努力过 那如果你对你自己修课比较没有想法的话呢 系上有提供一个表是修课的建议 你可以按照系上提供的这些修课建议来去做选课 功课系带给我的是一个选课自由 有充沛时间探索自己的一个学习环境 同时也培养一个我们是一个跨领域学习之外 也可以培养我们的自己的专业 贾博斯曾经说过 你无法预先把点点滴滴串联起来 只有在回顾未来时 你才会明白那些点点滴滴是如何串在一起的 功课系的第一年级就是提供给我这些点点滴滴 到了高年级你就像是拼一个拼图一样 接下来我想要简单来做一个与功课系相似科系的比较 硬要说的话 功课系其实和其他二类组的科系都是蛮相似的 但是清大功课主要是先学习再选择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弹性 来去选择自己比较有兴趣的组 清大有一个学程叫做院协师班 那他同样都是跨领域的学习 但是他与清大功课不一样的地方 是院协师班主要是双专长制 第一专长是由你所属的院中 来去选一个科系做选择 第二专长你可以选择全校的任何一个科系 所以在同样一个例如说工学院学士班 每一位同学的第一专长以及第二专长都会不一样 我以两张图来做比较 如果说院学士班是提供给你一个buffet 工科系就很像提供给你一个日式定食 buffet呢就是你想要吃什么 任君挑选 定食的话呢就是它的配菜都是帮你配好的 你要先吃完里面的配菜之后 你再去选择你其中最喜欢的那一道配菜来去做加选 那如果说你吃不饱怎么办呢 就好像你在工科系里面没有办法提供给你更深入更广的一个课程怎么办呢 那其实我们的修课是非常的弹性的 只要课名一样我们都可以到外系去做选修 甚至你在选修表里面找不到一样的课名 你也是只要是领域有相关的话 你只要透过申请的动作 也是可以到外系去做选修的 这些学分呢都可以承认在我们专业工程选修的部分 接下来我要介绍工科系未来的出路 我们大致上可以分成升学以及就业 大部分的同学都会选择继续升学 因为我们在大学期间所学到的大部分都是理论 念到研究所之后呢 你比较能够有动手做的机会 所以在研究所是一个把理论以及实物结合的一个学习 我们系上也有提供五年一贯的学程 五年一贯也就是大学四年加上硕士班一年 一般的硕士班都是要念两年或者是以上的 你可以透过这个五年一贯的制度 可以节省一年的时间 那我个人的部分呢是选择继续留在工科所的 那我前面有提到 我们的系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学程 所以很多同学会到 研究所会到像是材料所或者是机械所 电机所这些来做就读 我个人会选择继续留在工科所有一些原因 像是在我做专题研究可以带到我的硕士阶段 来继续做加深江广的动作 留在工科所呢 我不需要重新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再来研究所主要是要培养独立研究的精神 要靠自己去发现问题的所在 并不像大学期间遇到课本里面有不会的习题 只要问老师都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解答 就业的部分呢 基本上所有的科技业我们都可以去从事的 那当然我们有能源的学程 所以很多同学会到台电来去做就业 当然我们系上也很鼓励同学可以去做转换跑道 像是很多同学毕业之后会选择创业 清大有提供创新育成中心 里面有提供一些创业的辅导 甚至在清大里面也有一些创业的课程 可以去做选修 接下来我要来介绍令我印象深刻的课程 在我们系里面的部分呢 电子学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门课程之一 我们的电子学有分成三个学期 分别是介绍电子原件原理的操作 以及类比电路还有数位电路 再来我们系还有提供电子学实验 如果你是电子组将来要走电子组的话呢 电子学实验是要修两个学期的 其他的同学要修一个学期 电子学实验主要是把课程里面的电路图 真实呈现在一个面包板上面 我自己在研究所阶段是担任电子学实验的助教 那担任助教之后才会发觉 其实当学生真的是很幸福 当一位学生只要做好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就已经很足够了 但是当助教我们除了在每一次电子学实验开始之前呢 都要很完善的做好一个很完善做好的那一项电路 那当电子学实验呢 的助教主要还是要训练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像是学生在做实验的途中一定会碰到一些困难 那我们助教就要设法帮他们解决这些困难 再来在清大的语言中心有提供一门课叫做商用英文 在这门课程里面 他会教你 老师会教你如何接商用电话 或者是搭飞机该如何通关 或者是到国外用餐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礼仪 或者是你应该跟服务生怎么说话 最后是到撰写英文理律的部分 在这门课程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课 再来通试的部分呢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这门课名字叫做 百年来中华民国对外关系 对于我这个大学的课程 几乎都被理工科目所占满的人来说 能够上这样子历史相关的课程 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 而且这门课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就是参观外交部 这也应该是我这一生中 唯一一次能到外交部里面参观的一个机会 再来影响我大学生涯很重要的一门课是专题研究 我们系专题研究的时程是从大三下开始进行专题研究 一直延续到大四上甚至是大四下 那我们在大三上学期末的时候 系上都会每年都会举办专题说明会 在那个专题说明会里面 每一个老师都会来向同学介绍他们的研究的领域 那你可以透过那个专题说明会去找到你 比较有兴趣的那一份实验 之后再去找那位指导教授 来去做专题研究的部分 专题研究除了需要阅读 需要阅读与你的领域相关的论文之外呢 还会有一些模拟甚至是实作的部分 以下是我的研究主题 我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半导体领域相关的 那现在半导体的趋势都是走向轻薄短小的 所以我们的随身碟甚至是电脑笔电都越来越轻薄 而且功能性越来越强大 那这也是现在半导体领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趋势 也就是萎缩 我的专题呢是主要可以应用在一些新型的记忆体 再来我的专题所需要相关的背景课程有 材料科学导论固态电子元件半导体制成 所以半导体这个领域呢也是跨领域的一门科目 再来做完这个专题给了我一个态度与启发 也就是不要害怕失败 做实验一定要有耐心 那我在这里想要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 也就是快散记忆体 快散记忆体存在在我们生活各个3C产品里面 像是随身碟、手机、摄影机、电脑里面 它是我们记忆体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快散记忆体是50年前由施敏教授所发明的 那在当时在发明的时候呢 当时觉得这个元件可能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谁也都没有想到 就在20年前这个快散记忆体被广泛的应用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所以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就是 我们现在做的东西 也许当下看不到什么很明显的成果 但是谁也不会预想到 在很多年以后 也许我们现在做的东西 可以深深的影响全人类 接下来我要来介绍我课外活动的部分 我课外活动主要是参加住宿书院 以及副中山校友会 那我是一个蛮注重课外活动的人 所以我对于这些活动我都是百分之百投入 住宿书院有别于其他的宿舍 住宿书院就很像是清华的霍格华兹 那住进这个书院呢 他很鼓励你能够走出自己的房间 而不是局限在你整个宿舍里面 只认识除了你系上的人之外 只认识你的室友 住宿书院很鼓励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生活圈 那书院的部分呢 总共有分成三个 分别是后德书院 宰物书院 以及天下书院 后德书院的宗旨是社会关怀 宰物书院是自我探索 天下书院是国际交流 我自己的部分是参与后德书院 那我们在书院里面一开学都会做分家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分家呢 就很像是你在新竹的第二个家 家族每一学期呢都会举办一些活动 像是我们曾经骑的脚踏车 再配合火车到苗栗的深山里去 深山的一个面包房来做面包 我们还曾经搭着火车到嘉义的一间民宿 来去民宿来去访问他们的老板 再来住宿书院跟系上很多系上的活动一样 我们都有迎新宿营 但是这个书院办的迎新宿营呢很不一样 像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大走私 我在大一那年的大走私 活动一开始我们就拿到了一张新竹某一个景点照片 他不告诉你这是在哪里 你在整个活动之中不可以使用手机 你只能拿这张照片去问路人 所以这个活动告诉我们 我们也给了我一个机会能够踏出舒适圈 而不是我到一个地方 我只要打开Google Map我就可以到了 那主要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来用我们的双脚去探索新竹这块土地 再来迎新宿营 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可以登上人设中塔 登上人设中塔 我们可以在中塔上面大喊 我们大学的目标 我背后的这张照片呢 就是在中塔上面拍的 接下来我有参加副中山校友会 那我在大一的时候 会想要参加副中山校友会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离乡背景 来到新竹这个地方求学 我想要寻求一个归族感 在大二的时候呢 我想要把大一所体会到的这些传承 想要做一个 这个感动想要做一个传承 所以我在大二的时候呢 是担任会长的一个职位 副中山校友会每个学期 上学期都会举办副中山之夜 在副中山之夜呢 就是提供大家一个表演的舞台 你可以在舞台上面唱歌 跳舞或者是演戏 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更可以凝聚在校友会里面 大家的向心里 在每年三月左右 我们都会举办一日营 那一日营主要的对象呢 是目前正在就读中山女中 以及师大副中的高中同学们 那在这个一日营里面 我们除了会介绍清大的校园 还会为各位学弟妹做一些科系的介绍 最后是迎新树营的部分 再来我想要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经验 在大一阶段 劳作服务以及服务学习 是要二选一的 劳作服务主要就是打扫系管 那服务学习的部分呢 学校有提供很多的课程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课程来做学习 那我自己是选择华山国中客服 那华山国中呢 是在新竹恒山乡一个很偏远的学校 我自己是来自新北的城市 一进到那个学校 它是一个小而美的学校 但是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一个城乡的差距 那些学校的班级数不多 每一班的同学也不多 资源也相对的落后 在华山国中客服里面呢 我们除了要学习怎么编辑课程之外 还要想一些有趣的实验 像是我们有一位同学想了一个子传的实验 那个活动呢 是带领大家每一组 分组去折一个子传 那比赛看谁的子传里面 可以放最多的硬币 谁就赢了 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呢 其实是要教导大家 并不是子传的底面积越大 它能够承受的重量就越大 主要还是要看它的福利 再来我一开始有提到我在大学期间接了很多的家教 那接家教可以 接家教呢 可以从中获取 我办活动 我在学校一些没有过的成就感 像是我曾经教导一位学生 从全班倒数 一直考到某一次段考 全班第一名 再来家教还可以复习高中课程内容 我自己是大学申请上的 所以从学测结束之后 一直到大学入学这段很长的期间 其实很多课程都已经忘光了 我透过家教可以来去做 复习高中课程内容这个动作 而且在大学里面 有很多的科目是需要用到高中的课程的 接下来我想要分享我参加这个专题竞赛 我们圆科院每一年9月的 9月底都会举办这一个专题竞赛 那专题竞赛呢 除了可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外 也给了我一个在做专题上面的一个目标 在专题竞赛方面呢 我学习到如何用浅显易懂的话语 来去表达我的专业 最后是我在大学四年的心得与收获 我觉得大学真的像很像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在大学里面活动很多 但是并不需要为了让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边缘人 而勉强自己踏入一些不适合的圈子 在大学期间流言蜚语一定是少不了的 但是我觉得能够让自己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 我想要勉励各位不要害怕任何的挑战 在大学期间或者是以将来 你可能会接触到很多的机会 那我觉得机会来了就好好去把握吧 有些事情不做不会怎么样 做了会很不一样 以上就是我的讲座 谢谢大家的观看